老說的我同意啦 就是他要不要落跑 其實不關我們的事 我身為臺北市議員 我比較在意的是 你對臺北市到底有什麼願景跟看法 現在離11月26日 只剩下四個月多 你不要告訴我 你對臺北市有任何證件或想法 這樣他會提 那個都是拼湊的 那個都是拼湊的 那個從來沒有在陳時中的腦海 一分鐘過 他過去40年 他怎麼不說他對臺北市有願景呢 他怎麼不說他對臺北市有什麼看法 2014年到2018年的時候 他怎麼不說臺北市有停滯呢 沒有嘛 臺北市這三個字過去 從來沒有在他腦海裡嘛 現在要選了就在那邊騙說 哎呀我對臺北市有願景 我對臺北市有責任 拜託臺北市的責任從來不屬於他 再來就是他已經68歲了 選上就69歲了 我很難想像 他就算就算給他當選 他70幾歲 他還要再選第二任嗎 這是一個沒有未來的市長 你不要在我這個84任面前講這個 沒有威力 他有很 我跟你講 陳時中最不應該當市長是什麼 這三年來他被寵壞了 你能夠忍受這樣一個人嗎 其實他昨天的表現 大家就看穿了 陳時中很早就要選臺北市長 但是他欺騙了所有臺灣民眾說 我沒有 就在那邊曖昧 然後站著指揮官的這個位置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是要被批判的 剛剛大佬講一些說 這些不需要批判 我也不同意 對陳時中來講 昨天那一幕我覺得非常的不恰當 為什麼他現在是指揮官 他昨天請假做什麼 他去那個場合是喊動算了 你叫所有現在的臺灣人民看了那幕情何以堪 你要辭真的趕快死 那我覺得陳時中他必須面對他過去所做的事情 被檢驗一番他現在非常的自我感覺良好 大佬最後剛剛講一句對 過去三年被寵犯 所以他現在他還是非常高傲 外界所有的批評 他沒有一句聽得進去的 所有對他的檢討 他都認為我很好 即使林佳龍也說出來 你將來出來選仇恨指揮很高 他也很不開心 他說很多人喜歡我 所以陳時中他現在就活在自己 很驕傲的光環當中 他要來選臺北市市長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一個起手勢 坦白講不會被看好 他現在剛出場的 他的這個民調其實並沒有很高 所以我覺得如果他帶著這種驕傲的心態 覺得他是最棒的 看清所有的對手 包括蔣萬安 包括黃珊珊 這樣的一個起手勢 未來選戰打下去 真的不見得台北市民會支持陳時中 基本上陳時中到台北市本來是不會當選 現在是因為殺喀都 所以勉強有點機會 如果兩喀的話 怎麼可能他要當選 不會的 那他的問題不在這裡 還有問題是第一個 他在防疫指揮官對台北市不好 對 你說他對台北市好嗎 這個會算上 台北市市民看不懂嗎 對不對 你怎麼分配你的疫苗的 你怎麼分配你的這些醫療的資源 還有萬華破口 你對台北市不好 這是 反正將來都會算的 那選舉本來叫算 那問題是 你問我 我覺得陳時中 他當然有權利去選台北市 他選什麼 這是他的權利 民進黨的提名也是民進黨的權利 但是你現在一旦決定選就要辭職 你怎麼還在這裡不辭呢 你防疫指揮中心很重要啊 要不然就把它解散 你說現在五 什麼五變四解散 你既然還有三級開設 那你那個指揮官就是很重要的 那你又說他不重要 那不重要就把它解散嘛 那你不解散你就辭職嘛 你派一個你的什麼其他的副指揮官來 都可以 你現在既然已經宣佈這個要選 而且你也去跑選舉行程了 你怎麼還在當這個指揮官呢 那不是很奇怪嗎 這個不應該辭嗎 有誰說他不應該辭 應該繼續留在這個位置上 本來就應該辭了 你就全力跑選舉嘛 對不對 你現在站著毛坑 什麼意思呢 所以這個我認為這是他最大的問題 至於說是不是落跑那個真的不重要 他本來就可以去選嘛 他去選就是了嘛 那你現在你到底要幹嘛嘛 你要拖多久呢 或是你告訴我們 我下禮拜三要辭 我下下禮拜三要辭 那要拖到什麼時候 當然老神說他會辭 我當然說他會辭 7月17全代會之前他一定會辭 那你現在就該辭 為什麼要拖到7月17呢 做我同意 他不辭是因為黨內程序沒有走完嘛 沒有關係嘛 一定是你的嘛 你辭了以後 你不當指揮官 你黨內就會換別人嗎 我知道 想選就應該辭啦 不能拖啦 對不對 確定選啊 他是怕什麼 怕說我今天如果不幹這個指揮官 7月17就不提名我 不會啦 那就辭嘛 有什麼關係呢 就辭到好好的去跑選 連你之前都辭了 你之前理論上本來應該坐好幾個月 他跟那個蘇貞上去跑 昨天跑後幾個地方 就辭就是啦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